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肝脏一旦出问题 夜间一醒 全身无力 中医有肝主书血的说法 意思就是说 工作压力大 心情烦躁 易怒 易失控 都会影响到肝气 一旦肝气不足呢 也容易影响到睡眠质量 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夜间 一醒 磨牙 小腿抽筋 全身无力这些症状 第三呢就是痞 一旦痞出现问题呢 就会出现浮胀 浮痛 时醒 时睡等等 那脾胃呢 是人体的消化和分解的食物的器官 一旦脾胃失衡呢 就可能会导致摄入的食物 没有办法完全消化和分解 从而引起肠胃不适 于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 就容易导致腐胀 腐痛 时醒 时睡 睡不安稳这些情况 那当一旦出现的肺呢 它就会出现咳嗽 起夜这种症状 凌晨3点到5点是费劲的运行时间 如果肺火过旺 在夜间就会出现咳嗽 起夜 爆汗 浅睡眠这种现象 当然也可能是肺部积累的毒素过多 建议是做好勤肺的工作 可以多吃胡萝卜 梨 木耳 蜂蜜 葡萄 豆浆等等 那一旦出现到肾脏呢 就会出现失眠 多梦等等 如果经常难以入睡 甚至到凌晨3点5点左右 还处于清醒 睡不着的状态 即使是睡着呢 也总是做梦 这就说明你的肾脏功能不好 情绪不稳定 心烦意乱 也容易影响到睡眠质量 那长期的失眠 睡眠不好呢 会让我们血压升高 损害心血管系统 诱发心脏病和中风 此外呢 50%的抑郁症的元凶呢 其实也是失眠 解决失眠刻不容缓 那体验个失眠的痛苦呢 很多人会直接选择用安眠药来解决问题 但是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 大家都知道的 吃久了容易导致记忆力下降 甚至还会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